你提要求我来帮 欢迎收看刺激战场粉丝帮第27期视频 收到粉丝的艾特与评论 他说 大山 你能出一期这次更新的全部内容吗 好的呢 这次光子更新的动静实在是有点大 我在体验服统计了一下 这次更新的亮点分为9种 1.挑战年兽 2.黑夜的激光天气 3.黑夜的月光 4.新出的一把手枪胜过M416 5.三尼头被改为年兽头盔 6.这座石像内含玄机 7.召唤年兽诱赛 8.年兽信号枪召唤巨型年兽 击杀后可获得高级舞资 9.跳舞的比星动作更招人喜爱 10.吃鸡后不但给出蛋糕 还能放烟花庆祝 那大山为什么取名为粉丝帮 不叫教学帮 因为粉丝的要求有很多 就比如教学 挑战 揭秘 各种bug 如果想要超越他人 就必须做到完美 这次更新 由于内容太多 我们先从挑战年兽开始讲起 很多up主讲解的是 如何挑战年兽 但他们没有说到重点 挑战年兽有什么用呢 1.成功击杀 可获得年兽宝箱 开启后必出游戏道具 可以在游戏界面兑换帽子 2.还可以获得四种勋章 分别为 不倒翁 毫发无伤 睡不可挡 风驰电力 进入游戏中 没有出生到 可以直接搜索物资 M249 随处可见 但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搜索物资 年兽出场的动作 更是霸气 在我打年兽的时候 自我感觉 这是你没有玩过的 全新版本 一枪999 装备全靠打 没错 我就是大山 今晚8点 是兄弟 就来抢我装备吧 在圈内也有补给箱 蓝色为子弹箱 红色为装备箱 这里面呢 有一个鞭炮 上面写的是 年兽终结者 为什么在游戏中 会出现年兽 而鞭炮却是 它的终结者 其实很简单 相传在远古时代 有一种凶猛的怪兽 叫做年 历年四季都在深海里 但在逢兴就岁之时 便出来糟蹋庄稼 烧害人处 百姓叫苦连天 有一次 他跑到村庄里 为非作呆 被一家门口 晾得大红衣服吓跑了 到了另一处 又被灯光吓得爆头鼠窜 于是人们掌握了年 怕声音 怕红色 怕红光的弱点 每至年末碎首 人们就在家门口 添红帘 放鞭炮 挂红灯 院子里烧柴火 用镰刀割菜肉 发出声音 现在接近春节 光子的想法 的确不错 挑战年兽之时 尽量打头 因为伤害比普通伤害 要高出两倍 今天的挑战很顺利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下期要讲的是 如何进入春节模式 如何召唤神兽 如何落地就能捡到 年兽信号枪 如何找出神兽的幼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